今年新北市蛋黄酥节决赛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 市政府从12号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暖身活动 由知名的店家每天提供限量100颗的一元蛋黄酥 市政府和业者也共同推出现实的团购优惠 从85折到5折优惠都有 请消费者别忘了把握这难得机会 市府进发局表示高饼业是台湾的重要产业 蛋黄酥可以说是正港的台式月饼 一颗小小的蛋黄酥 前年为新北创造产值达18亿元 去年增为20亿元 而今年设定的目标是26亿 透过活动不带要让蛋黄酥成为 新北最具代表的伴手礼 变成另一个台湾的小金砖 再创高饼业的佳鸡 今年我们希望为新北的高饼业 创造更好的商鸡 我们希望有20%的成长 所以大概有20亿到25亿这样的商鸡 被创造出来 今年入围的店家更主动发起了 八强鼎立马拉松战虾活动 包括周老爸食品 风华食品 伊伟特食品 从8月12号起到8月15号 每天有两家店家分别提供限量 100颗的亿元蛋黄酥优惠 八家名店以马拉松接力的概念 邀请民众前往品尝店内的经典之作 集结大家的热情支持 更有信心在决赛中胜出 最主要有全国和其他县市的来比赛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全国这个冠军 一定要留到新北市 不能来外县市来去得到 今年特地挑选了 经过我们的师傅整个团队精心制作了 所以绝对希望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能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活动 吸引更多消费者喜欢我们新北蛋黄酥 最后透过这样活动 希望带给我们新北的蛋黄酥优惠者 好的商机 同时大家会期待 16、17、18一样的市民广场 有品尝会 有决赛的大会 16号到18号间将于新北市政府 市民广场举办决赛之外 现场还有多元的展示优惠和主题性活动 包含有DIY蛋黄酥体验 一元蛋黄酥礼盒竞标 每日限量蛋黄酥一元大放送 以及新北市在地的各式表演团队精彩演出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借凤强市府长报道